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基本上我们选定的是北京的当代画家 水墨画家王文森老师和书法家曹汉章老师 王文森老师的作品就基本上他反映了一个 真实从民国到现代的生活的一个场景 他是用水墨的表现带上这种油画的技法 产生出来一种兼具趣味又有深度的一种水墨画境界 曹老师他近年书法四十余年 他每一天从早到晚造成他的书法的深度 以及他的法度和那种自然和呈现出来的气质 他的书法可以带给你 在现在这种繁乱的世界里面 你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安静的一个角落 我们这次的展览就是期盼所有来的观赏的参观的群众 能够欣赏到真正所谓当代中国水墨以及书法 带给您生活上的享受 我们做这个展览呢 主要还是说向大家介绍 他们是在传统团画的领域里面 然后用了一个国画和一个水墨的一个方式 但是呢还是说在古人传统的一种用材用料上面 然后他们有更进一步的创造 或者是不一样的一个心境的一种体悟 但是虽然说这次展览没有 就是我们去展示古人的一些作品 但实际上我们已经是跟他们在对话了 对于事物的认知 然后又会有不同的变化 然后我们才会选择这个名字叫古运金辉 这次来台湾做的这个展览呢 是我近一年来的这个新创作的作品 基本上都是以一个尺寸来体现的 那这个画幅不是很大 因为我需要的很慢的时间 去进行一个构思啊创作 从构图啊到立意啊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题材方面呢 就是有很古典的和传统的 而且也有当代的也有现代的 基本上的意思就是一个情趣意 回到过去 一步步走到现在 就是这么一个反腐一个过程 那整个的理念呢 就是说去掉传统的 不符合我的要求的这个东西 拿一些传统的好的东西 我需要的来衔接上 你比方说这个人物 他也很传统 也很现代 实际上他这个东西就是说 从色彩上是完全吸收了 包括一些黑白灰的处理 也运用了很多这个油画方面的因素 但是从整个的画面的情趣来讲呢 它还是一个水墨的感觉 这也是我典型的一个绘画的一个方式 把最主要的景放在了一个最后边 最不起眼的地方 其实它很重要 粗粗细细的这些树枝 透过它去看到一个东西 这就是符合了一个 中国的一种文化精神 就是藏 把很好的东西藏起来 所以这个画起来 看起来很简单很轻松 实际上它是通过了慢慢来 才能达到这个地步 如果你要求快 它是做不到的 所以很多事情一定要放慢来做 包括思想 我们慢慢去想 包括会话 我们要慢慢去画 慢慢去理解 慢慢去发展 慢慢去创作 慢慢地来 这就是我真正想做的事情 不要那么快 在阴阳里面 有两种用笔 不管你怎么写 书法非常的简单 它就是只有两种用笔 一个叫做方笔 一个叫做圆笔 如果说退回去再回来 这是一个圆的用笔 在中国书法里面呢 是讲阴阳 一切的东西不离开阴阳 那中国字体有五种字体 有传书、历书、楷书、行书、草书 那在甲骨文、经文、小传 圆笔居多 到了章草、到了历书、方笔出来了 他也把圆笔混搭了方笔 而成为一种综合有写字的过程中 它会出现到了有方、有圆 方跟圆两个放在一起的话 就是阴阳的变化 所以我们写字的时候呢 第一个必须要去探讨 圆笔怎么写 你了解了传书的圆笔之后 你再从汉朝的历书 跟着文字学的发展 写方笔 有方、有缘、混搭 而成为个人的面貌 在学习对联的时候呢 对凭这压运 也要做一方面的这些探讨 古典的对联 第二个字、第四个字、第六个字 要相对 上连跟下连、平音跟遮音 要相对 习壤都从心上敌 你的所有的这些习惯 你都必须从心这个地方开始来做修养 要认错 我从开始学习书法到今天为止 我们每天都三省无声 都是从心上面来做一种修行 圆明齐在身外求 很圆融 你很清楚明白 都不是从身外面去求的 所以我们写字的时候呢 要从内心里面去悟 时时刻刻思自己的心 老师的思思心 自己去悟 从内在里面去悟 边写边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